前幾天黃珊珊有在他臉書上面寫雙城論壇的事情 然後他有提到就是說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會不會答應他這樣子寫的話在雙城之前還會引起大陸那邊很不高 其實雙城論壇我們都把它定義成是解決兩岸人民之間的一些重要民生議題 事實上我們也在之前各種陸委會都有拜訪過 雙方都有達成共識 所以我們是不會讓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來破壞雙城論壇的進行 雙城論壇是解決兩岸之間人民的重要民生問題 他也希望透過交流增加善意降低敵意 然後去處理我最害怕的惡意螺旋 我覺得兩岸之間現在是敵意一直在上升 所以也希望透過交流讓這種敵意下降一點 減少一些插槍走火的機會 所以有人就是解讀說是因為明年就要選決 所以黃山才會這樣子表態 那會不會跟你有點不同 因為你說不要去涉及這種地勢形態 不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雙城論壇還是市長做決定 所以目前至少啦 今年的雙城論壇定調是市長來決定 雙城論壇 5.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